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棒的来自于我们的魔笔的一个游戏 它呢,是我们的一个巨型浪漫粉红娃娃屋的一个套装 在这个套装当中呢,是有可以建造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别墅 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建筑呢,都是非常棒,然后非常嫩的一个粉色 适合有我们4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然后4岁到10岁 我们的货号呢,是5303,可以直接搜索魔笔游戏5303 在频道当中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这个关于粉红浪漫娃娃屋的一些相关视频啦 我们今天呢,是想先给我们的小朋友做一个拆箱的一个展示 可以看到里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玩具组套装在这里面 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呢,会给我们的小朋友呢 带来一个关于我们这个粉红浪漫娃娃屋的一个组装的一个视频 希望小朋友呢,能够喜欢,也能够到时候观看 订阅了我们的频道之后呢,就会更加方便于你能够下期能够这个观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 如果每一周呢,就有新的视频发出的话呢 就会给你一个消息的一个推送,也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在这里呢,是非常的推荐我们小朋友能够订阅我们的一个频道 旁边呢,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罗马式的一个建筑 非常浪漫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雕塑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窗户,小桌子,小台子,小椅子等等等等 然后所有玩具的颜色呢,都是偏向于这种粉色浪漫的这种梦幻系 比如说淡粉色啊,这种嫩粉色,嫩蓝色,嫩黄色,还有嫩绿色 都非常的粉,非常的嫩 特别的适合于我们的小朋友,尤其是适合于我们的小女生 这边是我们的窗户 还有黑色的这个屋顶 旁边呢,是这种嫩蓝色,非常淡淡的这种淡蓝色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是最吸引我这个地方了 我觉得它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搭这个配色呢,也非常的棒 各种各样的一个配色,还有非常多的一个贴纸 可以贴在我们这个玩具组的一个套装上 我觉得这个搭出来的这个娃娃屋呢,或者是这个别墅呢,会非常的大 嗯,应该会有半米高吧,感觉 至少应该有30厘米高到45厘米高左右 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巨型别墅 如果小朋友需要把它搭起来的话呢 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地方 或者是找一个有可以装非常多的这种配件的一个小的盒子 然后你边把我们的这个玩具呢,或者是配件呢,给它倒的盒子里面 然后边拿边装 要不然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装着装着我们这个小的零配件啊,就找不着了 所以在拆这些零配件包装之前 一定要确认我们这个旁边有一个容器 能够把我们要把它组装起来 这些小的配件能够给它先收集起来 这是我作为一个组装这个魔笔游戏的一个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